大家好,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栽种兰花的时候呢 这个兰花的老奴头啊,我们可以留下来给它捂出新芽 那么当时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用这个核沙来栽种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能够促进它发新芽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在用核沙栽种这个兰花老奴头的时候呢 给它用上一点水苔 首先呢我们先在盆底垫上一点桃力 增加盆底的透气沥水性 然后再垫上核沙 放上核沙之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炉头啊 用上一点这个水苔 这个水苔一定要泡好了 然后拿来包裹住你这个兰花的炉头 为什么要用水苔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水苔它的保湿性分享得好 而炉头要想发芽生根 那么就要保证它的这个湿度 湿度足够了 才才能够尽快的发芽根发芽芽 那么我们就用上一点这个水苔包裹准备炉头 做好这个保湿工作 然后再来给它填上这个沙子 这个脑炉头啊 我们大概露一点点头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后期的处理办法是一样 用上生根液 稀释之后呢 给它浇定根水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它的这个炉头的保湿性会更好 那么我们到时候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用水苔和没用水苔 哪一种方法更容易发芽芽 好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